乐总会 俱乐部等等 是给人家跳舞的音乐 大家讨论呢 有这个Jita Bark 有这个Swing Dance等等等等 所以当年1930到1950年代的时候 大乐团其实是一个主流的音乐 就是当年流行的音乐 那么发展到了1960年代 到现在大乐团更融入了 更多更多的不同的元素 它不但这么多人 其实要这个找表演场地 不是那么的简单 但是就是因为大乐团 有这么个澎湃的音乐的魅力 让它呢一直存在 一直一直的成长 甚至现在呢 已经融入了很多很多的音乐元素 摇滚啊 Funk Music 古典音乐等等等等 甚至流行音乐 当然大乐团呢 也从以前到现在都成为呢 乐手 爵士乐手们的音乐跳板 他们的职业生涯 如果能及时在年少的时候 参加一个大乐团 哇那真的是一个学习的温床 所以大乐团呢 沿如一个音乐大学一般 那提到这个呢 话不回转 我们回到了台中 我们看到呢 我们台中青少年回家 爵士乐团 这个呢 其实呢 是我们长期 台中爵士乐团 在长期举办的这个 青少年爵士乐团的 培训计划里面 所以呢 每年在举办 台中爵士乐团的时候呢 大概前几个月呢 我们的主管单位 就会有这个培训的计划 来培育呢 年轻的乐手们 成为有这个职业的 这个慢慢步入 他职业的生涯 当然这个 青少年爵士乐团 十五届了 这么多年来 也有很多的毕业生 已经成为呢 知名的爵士乐手 今天 我们就集结了这十五届 所有所有的 一些杰出的毕业生 大家一起回娘家 这就是今天的 第二个表演团体 台中青少年 回娘家爵士乐团的 名字由来 接下来 我们就一起来欢迎 Ladies and Gentlemen 台中Youth Aluminum Jazz Orchestra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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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